幸好我搬來你這裡住幾天 不然我死了, 家裡也沒人知道 小姐, 36.6度, 你沒有發燒 你的樣子是不是壞了? 我現在真的很熱 你穿那麼多, 我看見你也很熱 其實我只是好心想幫人 為何天要這樣對我? 你知不知道 自從我那天拍到天愛飛絲之後 我身體真的沒有一天好過了 你說我是不是壞邪? 你快幫我看看, 我營塘是不是發燒 怎麼了?我不是快死了 我的頭骨也很完整 小姐, 我是法醫, 我不看在這裡的人 你還揍我?我死了, 你不就很開心 到時候你又看我了 你別這麼理智, 行不行? 其實你這麼多年來 你真的沒有遇過一些 科學解釋不了的東西嗎? 那科學解釋不了的東西 就不存在了 小姐, 我找到了 小姐, 我會困難 小姐, 行不行 小姐, 我怕你 車子平時用來幹什麼的? 平時就載垃圾, 載泥頭 載去哪裡? 怎麼不打?個人躲起來 不關我的事, Sir, 不關我的事 你就是說不關我的事 不知道我怎麼相信你? 我只是貪方便, 想賺點錢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手在這裡 那裡嗎? 師兄, 什麼環境? 早上收到報案發現還有居屍體 我想問問居屍體是怎麼被發現的? 今早在元朗停車場 有個司機想賭垃圾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蜜斗裡有一隻手掌 我們已經問過那個司機 他傻傻傻的, 什麼都不知道 只是認了自己非法談到廢物 屍體右手收掌, 沒了大佛 可以奪定為團長 阿朗, 你有我第二位師公 謝謝 謝謝 今天不是有個屍體發現案嗎 很可能是根據余老師的推論 在天台下跌到乳房 然後還沒被發現的屍體 對, 今早有位司機 他發現車頭有個斷掌 他就報警 之後我們根據他的口供 找到一個男人的屍體 那個屍體也是摸一隻手掌 即是一個男人 在天台下跌到乳房 因為衝力太大, 跌穿乳房 再跌到一輛斗車 整個過程沒有人發現 就算斗車司機也不知道 再開走一輛斗車 那就是因為那輛斗車 做了一條屍體 之後連一堆建築廢料 和屍體一起寫下堆填 但為何會斷了一隻手 可能就是掉下來的時候 衝經力太大 被建築廢料割斷了 之前余老師說有兩具屍體的時候 我都已經有想過這個可能性 但真的很難有一個合理解釋 所以真的猜不到 其實單案還有很多疑點 到現在都未完全解得通 暫時可以證明 當晚的確是有個人由高處到下 屍體是找得回的 但在物理學上 就有一個很大的不合理 跌落斗車的位置 是不合理地遠的 現在是跳樓, 不是跳遠的 這麼大的疑點 所以余老師不會收貨 好, 再見 袁Sir, 你真的很厲害 全部都被你猜中了 不是猜, 是你用科學 做人分析和推理 袁Sir, 你這麼厲害 那你猜到嗎 為何有男子自殺時要助跑? 一般人自殺時是不會助跑的 這些你找到答案就行了 不想問我吧 下班了, 先走了 明天見 再見, 再見 再見 紀明和嘉嘉呢? 去了樓部局 剛才北京過來有生人 是生人, 照顧人 我和嘉嘉挺熟的 我知道是誰 經常被途中叫出結入那個 你找他幹什麼? 沒事了, 等我回來再說 不用怕賺你 這次再叫我玩 太好了 你猜不猜到為何男子自殺時要助跑? 可能他玩極限運動吧? 或者他想得起心肝自殺 所以加助跑 也不是, 他根本不是自殺的 警方在他身上受到藥 然後交給我們化驗 化驗結果在這裡 LST迷還藥? 他當時剔了東西 毒品令他產生幻覺 以為他自己在懸崖邊 或者在玩極限運動 所以就全速坐跑地跳出天台 才跳得那麼遠 穿過雨縫, 掉進貨斗裡 然後就被工業廢料, 弄斷了手 而司機根本不知道 有人掉進貨斗裡 所以他就這樣開車離開 原來余Sir早有答案 我帶你治療的車子 我看給你那些吃膿 不會, 可不可以 精神的車子 做到第一次是 那首商店的成州 等等, 別職止他 還有基本的, 抱歉 小姐, 兩分鐘到達了 便行了, 上來結我吧 可不可以麻煩你自己下樓? 可樂, 你是我的經理人 待會被鄰居碰到那怎麼辦? 你要遮蓋我的, 這是你的職責 我知道, 但是你知道這樓樓很麻煩 樓下的保安動一點又鎖車 萬一為了上來鎖車了, 豈不是更麻煩? 行了…算了…我現在自己下來 你不要讓我等你 你不相信是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